哈喽大家好我是叶子 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收到了一个新加坡的朋友发来的一段视频 让我看了一下 这个视频是应该是昨天吧 刚刚联合早报发的一段 他们的一个像短片一样的 在他们的这个官方YouTube频道上面 然后我看了一下 哎呀非常有感触 因为这个视频讲的是两位国际留学生 在新加坡的这个生活情况 这两位呢都是中学生啊 一个是十六七岁吧 一个是十五岁左右吧 就是这个比较年轻的 一个是中三一个中四 然后呢一位来自中国 一位来自这个柬埔寨Cambodia 然后呢讲了一下他们俩的生活 以及他们俩在新加坡学习 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让我非常非常的有感触 所以今天想就这个事情稍微聊一下 那么在进入主题之前 我想先问问新加坡的朋友们 大家对这个亚西安这个讲学经 有多少了解 如果有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稍微做了一下调查 可能不太完善 如果信息上有不差的话 请大家多多包涵 在评论区帮我补充一下 然后这个视频给了我很多的想法 我其实很早就想拍一些 关于国际教育的这个视频 因为毕竟我也在这个圈子里面 这么多年了 在加拿大虽然不在新加坡 但是毕竟我也是天天接触 这样的学生 像今天我们就有一个活动 虽然人数不多 也有几十个这个国际学生 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 所以我觉得我也可以采访一下 我们学院的一些学生 给大家分享一下 在国外留学的一些学生的一些经历 然后呢 今天跟这个新加坡的朋友 在网上聊了一下 他也给了我一些建议 我觉得大家的评论区告诉我 如果你们对这个国际教育 这方面有感兴趣的话 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可以以后 除了我的一些时事的 评论的视频之外 我可以加入一些 和我自己工作有关的 采访这个国际生 在国外生活的一些视频 也可能会对你的孩子 以后出国留学 会有一点点的帮助 虽然加拿大可能不一定 是新加坡留学生的这个目标 我知道新加坡很多人 会去这个澳大利亚留学 因为在地理位置上啊 各方面都比较近一点 可能方便一些 Anyways 那么由于版权问题 我就不把这个联合早报上面 这个视频完全的 搬过来给大家看了 那么我会简单的放一下 放一点点截图和一些片段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然后呢 这个原视频 可以自己去联合早报的 这个YouTube官方频道 去寻找一下 那么简单说一下啊 两位学生 一位来自中国 是15岁半 他自己说 他在新加坡已经待了九年多了 那也就是说 他在五岁多的时候 就已经到了新加坡去学习 另外一位呢 叫做Judy 他是获得这个亚西安奖学金的 这个英文就是ASEAN 我不知道他这个翻译 他为什么说成ASEAN 如果是S-E-A-N-Y 应该是Sean 应该是A-Sean 我不知道这个 他是怎么翻译 Anyways 反正还是亚西安 翻译过来是亚西安奖学金 然后我简单的查了一下 这个亚西安奖学金呢 它主要是这样 它是由新加坡政府提供的 一项奖学金计划 旨在促进东南亚国家联盟 也就是ACN 这个成员之间 与新加坡之间的这个教育文化交流 该奖学金面向东盟国家的优秀学生 提供他们在新加坡中学 和初级学院阶段的全额资助 包括全免 这个学费全免 然后提供在新加坡期间的住宿 住宿也是免费的啊 然后每月发放生活津贴 帮助学生支付生活开销 提供从原居住地到新加坡的单程机票 然后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险 要求是国籍是必须要东盟成员 然后通常要求在12到18岁之间 具备优秀的学术成绩 尤其是在数学 科学和英语等 这个学科上的表现突出 讲究的是这个理科的啊 他们是这个理工科的可能比较重要一点 这个文科的并不是很重要 然后最简单的这个语言能力 他一定要要求语言英文 语言能力强 然后呢都是在线申请等等 然后我查了一下 这个新加坡有这个亚西安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Canada也有这个ASEAN 这个加拿大也有ASEAN Scholarship 然后这个主题是这样的 我稍微念一下 Canada ASEAN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 for Development 你看它是从2017年August 6 就是2017年8月6日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announced that OK那我就不全图了 就是加拿大政府在2017年8月6日 也通报了一下 就是会这个接收这个 这个亚西安的奖学金 也会有这个亚西安奖学金的学生 可以来加拿大读书 主要是给一些short term 就是短期的这个学习 而且是post secondary 也就是我们的成人教育 应该是这样说 可以是college 就是大专啊 也可以是university 就是大学 它就不像这个新加坡的这个ASEAN 它是指的是这个中学 这个这个中学12岁到18岁 如果按照加拿大这个时候 加拿大是提供他们之后的应该是 然后你看啊 它的要求是你必须要是ASEAN 我不知道新加坡人怎么念啊 之前我那个搞那个NUS的时候 这个是NUS吧 对NUS的时候 我读的NAS 然后新加坡朋友就说 应该叫NUS 那我不知道新加坡人是会读ASEAN 还是会读ASEAN 这样比较傲口 我不知道新加坡朋友会怎么读啊 这个一定要是 如果申请来加拿大的话 一定要是ASEAN 成员国的公民 包括这个什么 Cambodia Indonesia Laos Myanmar Philippines Singapore Thailand Vietnam Malaysia 然后Asean Ero full time 它一定要是这个在一个这个这个ACN member这个国家内的一个已经是在这个Post secondary institution已经在入学的 然后pay intuition fee to that 就是一定要是再读再读的学生 然后如果你是一个已经申请PR或者公民的学生 你是不可以申请这个奖学金的 然后还有等等等等条款 那么这个也很有意思啊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但如果感兴趣的话 想让你的孩子以后来加拿大也接受这个ASEAN的这个这个学科的话 可以到这个网站上看一看 那么再回到这个这两位主人公啊 这个Judy是获得亚斯坦奖学金 来到新加坡 他们两个共同点 都觉得一个人在海外生活 都是一个挑战 那么先说一下这个男孩子 男孩子说了很多例子 他说在新加坡的时候不停的搬家啊什么 有一次搬得比较晚 然后点那个鸡饭吃 鸡饭鸡已经卖完了 只有饭 这个玩法好玩的啊 他可能那个时候比较小嘛 但我自己开个玩笑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鸡饭的饭没有鸡也很好吃 因为鸡饭的饭是用鸡汤煮出来的嘛 我觉得也非常好吃啊 然后呢 这个中国学生呢 语言确实是比较差 这个待会儿我们在后面再说啊 然后Judy呢 来自这个国际学校 他自己说了 他是来自国际学的 而且他毕竟他能拿这个奖学金 说明他本来就是一个在学术方面 比较优秀的一个学生 而他自己到了新加坡以后 他能感觉到新加坡比这个Cambodia 比这个柬埔寨 要更加的 中国话说就更加的卷 就竞争力更强 压力更大 他说在这个柬埔寨的时候 他会觉得比较轻松 而到新加坡来 他自己感觉 他如果不再学习 就感觉是在浪费时间 哇这个 首先第一 他自己的觉悟会比较高 我觉得啊 他这个年纪 能自己这样的去体会 自己给自己压力 我觉得还是蛮不容易的 也可能是新加坡整体这个学习环境 就能给学生一种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蛮牛的 但是我 我不太清楚 新加坡的这个中学高中 这些学生到底压力能大到什么程度 如果真大到像中国一样的话 我觉得那个也是不太健康的 当然我知道新加坡学生的上学时间 肯定是没有中国学生那么长的 如果你们作为有朋友的小孩 或者自己的孩子 在上初中或者是高中的话 可以分享一下 新加坡学生的这个学习压力 到底有多大 他们自己对学习的这个重视程度 有多少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 然后究竟说的一些话 让我非常的有感触 他说 他的父母对他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他说他的父母 虽然不能像老师那样教他 但是呢 能够倾听他的诉说 家人关系就是更好了 他也更想念他们了 他也承认 他后面也承认 他说当年他在这个柬埔寨的时候 他基本上连自己过马路的机会都没有 但是来新加坡以后 他自己就非要强迫自己去 去去做这些公交啊 去独立了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中国男孩子呢 他应该是广东人了 说的是粤语 和奶奶一起来的新加坡 然后呢 这个英语不好这个问题 这个我就想说了 他是五岁多就到了新加坡 现在已经15岁了 其实五岁多这个年纪 学英语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年纪 根据我这么多年在国外的教学经验 如果是五岁的孩子来加拿大的话 哪怕他原生父母都是中国人 都只会说中文 他只要在加拿大读书上学 我觉得 这个英语能力应该也不会差 当然我不知道 这个学生在视频里的这个学生 他在新加坡读的这个学校 周围的这个环境 是不是中国人比较多 他没有这个语言环境 但是毕竟从这个年纪 到现在这个快十年了 英语还居然能够就是考试不及格 这个让我觉得有一点难以想象啊 我不太清楚新加坡这个语言环境 到底会怎么样 在我印象中 新加坡人说英语还是很多的 就大多数人 特别是小朋友 很多人我觉得都是小朋友能听得懂 但他们不愿意说会 他们他们不愿意不愿意写 不愿意说 都会用英语说 但他们会写会能听得懂 然后呢 他就说和奶奶一起读书 然后奶奶去世以后就非常的不方便 然后说到疫情期间 让我很吃惊 他说疫情期间 他和他父母一两个月才打一次电话 我真的不知道 他这个是因为拍视频 自己刻意编的 还是这个视频的导演 喊他这么去说的 这个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to me 这个真的对我而言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疫情这么多年 不说多吧 就说两年吧 从2000年到2022年 2022年 中国可能还没有完全开放 但是别的国家都已经开放了嘛 这两年时间 一两个月才打一次电话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你随时都可以视频 我就想象不到他怎么会跟父母亲 而且疫情期间 他父母 我不知道是做什么工作 也不至于忙到 就没时间跟儿子说话吧 这个新加坡有没有时差 对不对 所以我就很难以 想象 他父母亲到底是 为什么 如果真的是忙 忙工作 在中国他们可能是医护工作者 那个时候忙着 新冠疫情救人 OK那可以理解 那如果是忙别的事情 或者是没有及时的沟通 那这一点是很多中国家长的通病 对孩子的生活关心非常不够 这一点你看和刚刚Judy的这个家长 就能体现出来 Judy的原话是 他的父母是一个非常好的倾听 倾诉对象 而这个中国小孩子就比较可怜了 他就觉得和父母的关系都到了冰点 这个词用的 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导演和他这么说的 他说奶奶去世后 作息时间完全混乱 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来了 这点一点都不奇怪 我也非常有亲身体验 我接待过中国学生 我做homestay 我也在国际学院这么多年 我在教育局 很多就是未成年的学生 真的是离开大人以后 生活相当的糟 相当的乱 在家里面真的是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什么都准备的好好的 他这个年纪 他的奶奶应该也不会很大岁数 我估计也就是五十多岁吧 我估计可能是啊 也不会太大岁数 对吧 所以他奶奶应该还是比较年轻的 当时啊 2019年那是五年以前了 对吧 那个时候他才十岁嘛 我估计他跟他奶奶 他跟他奶奶一起在新加坡生活 是他奶奶全部照顾他 这是我的个人猜测啊 所以奶奶不在了以后 他就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生活 中国国际生的国外通明就是 一旦离开家长 就手机电子产品各方面完全无限制 无没有度的这个 做期时间就完全混乱了 我第一个收的国际学生 就因为他被学校开除了 无数可去 我才收留他 没有办法 就日夜打游戏 或者是追剧 然后房间嘛 乱的是一塌糊涂 之前我也做过视频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家里面就是 孩子自己也不洗澡 不洗头 连牙都不刷 就是我之前在homeset的学生 真的是让我觉得 很夸张 所以这个孩子可能也经历过这样的 真的我感觉就 最近做视频才让我跟世界有了更多的沟通 我才发现 原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跟我一样遭遇的人 我也算是找到同盟了 然后呢 还好比较幸运的是 这个孩子后来也说了 他慢慢慢慢的学会了面对这些事情 找回了自己 对吧 然后呢 这个英语这一块 你看他妈妈说了 用广东话我也听不太懂 但是看字幕 他说的就是 才补习班一个月不就几千块而已吗 一定要上 就说明家里还是比较有钱的 一个月几千块而已 你想一想 当年我们的总理说过 那也就几年前了 总理说过 中国有六亿人拿一千块钱一个月 他一个月光是补习英语课 就要几千块人民币 我不知道是家 是新元还是这个这个人民币啊 但几千块都不是一个小数字 但是妈妈就跟他说 就没有什么 没有多少关系啊 你去补呀 而且这个孩子 在新加坡待了十年英语还真的不好 真的请新加坡朋友 如果看到的话 在评论区告诉我 新加坡英文 难道孩子英文会这么差吗 五岁多来一直到十五岁 在加拿大的话 怎么样 也是一口流利的英语 也不会说是 不及格吧 一般是不会的 然后这两个孩子 他们都是解压 一个是健身 一个是用音乐 当然我个人 我自己是音乐背景 文艺背景出生的 我当然更加喜欢 这个柬埔寨的小朋友 他这个用音乐解压 我觉得是非常棒 当然健身也可以啊 那么最后这个男孩子说 新加坡读书会不会有结果 他不知道 但是爸爸说有 他觉得就有希望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现在 他跟父母亲之间的沟通怎么样 我还是忠心的祝福 这两位在海外留学的这个游子 希望他们在海外能够一帆风顺 那么从这个视频里面 我也很有感触 除了祝福他们以外呢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 克服一些困难 这个Judy我是一点都不担心 他的英语说出来 I think it's very she even doesn't have any not she has some accent but not very obvious so I think her English is pretty much close to perfect you know if she comes to Canada I don't even know where she's from to be honest with you 他的这个英语 这个发音各方面 我觉得真的是 我都听不出来 她是什么 她让我猜的话 definitely she's not Indian 长相上眼你也知道 我可能不会猜 她是新加坡人 或者是malaysian 或者是 因为她口音不太不太像 当然我有一些国际学生 我也有一些国际学生 这个印尼的呀 一些 他们确实口音也不错 但是Judy这个确实是 我觉得 她的表达方式 各方面已经这个 这个复杂 这个句实用的都非常好 她的英语我觉得是没有问题 所以我对Judy是不太担心 但是这个中国小朋友 这个我觉得还是 有一点点担心的 她的英语 I don't know in Singapore 他们如果需要用英语考试 什么的话 这个会非常的困难 这也是所有中国 大陆学生的通病 我之前的视频里面 一再聊到 大陆学生的这个差距 最大问题就在于 这个语言上面 而且 还不愿意去学 这个就是很 很这个思想禁锢的一种体现 就是 不能说他们排斥外语 但是 最起码没有一种主动性 没有觉得 英语会有多有用 多好 所以这点 也可以看出 如果想送孩子去新加坡 留学的朋友们 三思而后行 你看这个 就有一个例子在这里 不是我的例子 这是 这是联合早报发的例子 你看 一个在新加坡 留学了十年的男孩 五岁半就去了 到现在英语还不是很好 还需要花几千块钱 一个月补习 所以说 你如果想让你孩子 有一口流利的外语的话 送去新加坡 可能不是一个 非常好的选择 Anyways 可以送来加拿大 可以跟我联系 OK 那么玩笑归玩笑 再次祝福这两位学生 问一问评文前的你 如果想听我来采访 我的国际生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 如果你们对 加拿大的国际生 感兴趣的话 我今天已经在活动里面 跟我几位 我跟一个刚果的学生 和一个韩国的学生 和一个印度的学生 我都聊过了 他们都很有兴趣 去做我的这个采访对象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等我从中国 回来以后 我会开始实行这个计划 因为我下周 就要去中国了嘛 时间不多了 也没有时间去再去 忙这些视频了 那么 如果你们想要的话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如果有很多观众 都想看我的这个 跟教育 国际教育关的视频的话 我一定尽力 满足大家 尽我所能 把我的视频做得更好 OK 今天我就说这么多 Thank you very much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希望你多多点赞分享 这样可以增加YouTube 推荐我视频的权重 不论你赞同 或不赞同我的观点 都欢迎你在评论区 留言留下你的足迹 如果觉得我的频道 有点意思 就请订个月 关个住 下回更新 不迷路 我会订阅一下你会订阅一下 我会订阅一下你会订阅一下